馬桃, 養豬有很多種方法 要養得好, 一定要給時間 要豬很好地成長 不用生長劑來吹菊 相對養的時間比較久 沒錯… 他說香港有豬農仍然堅持地做 就像這些 他們養了差不多七個月了 可以拿去賣了 用時間養出來, 吹菊出來 吃起來嘴巴也不同味道 就這樣看它的外形 已經知道它的小豬生長得好嗎 自然生長, 你看它的外形 已經看得到 屁股圓圓實實的 這麼大隻, 沒肚腩而已 那就足夠了 就是這樣看豬的外形 豬是否生長得健康 是 只不過豬種真的很重要 當然了 不知道他們的爸爸媽媽是怎樣的 你又這麼八卦想知道? 對 沒問題, 帶你看 真的什麼都知道 阿探, 爸爸這種紅毛豬 老媽子這種白毛豬 就是說我剛才看到的豬是混血豬? 沒錯 混血取長寫短 有好的豬種, 用好的方法去養它 對, 吃起來又好一點 肉質又好一點 對… 不過喜歡吃始終還是想吃的 我看見又吃不到 你知道哪裡可以賣, 就可以吃 你這麼說就知道了, 帶我去 我有錢… 筍之中, 冬筍是我的最愛 對, 冬天就開心了 肉質很香滑, 千萬有小一點 比其他筍真的味道好一點 怎樣才選擇好的冬筍呢? 你也懂, 還問 對 這裡的鬚鬚不要焦 是 還有竹殼, 這些竹殼, 別離開 有些離開, 收了水 是 那些就… 老了 你剝冬筍一定要割一割 是 慢慢割一割, 這樣就變成了 一片片的撕出來 否則很難撕 既然我們現在有冬筍, 做什麼菜 雙冬蠔油燜豬肠肉 聽到很開心 豬肠就快要飛好水 是 我先做第二主角 你喜歡的冬筍 喜愛的冬筍 先硬的, 切好 很多滾了, 這些不一定要的 好 好, 開四塊一割 是 太幼又不好吃, 你知道嗎 你打算出水嗎? 要 因為竹筍始終有點結味 冬筍有沒有那麼厲害 都要飛一飛, 安全一點 如果像我這樣, 熱愛冬筍的人 是不是開始不出水 你接受那種味道就行了 是 如果你說好像我們保險一點 我怕虧了, 我怕 這樣就不會, 你就煮軟了 是嗎? 切了冬筍 你去飛水, 我切冬菇, 好嗎?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 是, 你喜歡那種味道 我熱愛它的味道 是 你不飛也可以, 你吃的話 如果給我, 我不飛 不過大家要吃, 我也要吃 那倒是, 好了… 冬菇的大隻就開疑 小隻就不用了, 冬菇很耐煮 你這麼大隻, 豬肉淋在一起 也未必能入心 這個豬肉很漂亮 當然, 豬肚 你的豬肚肉又飛好了 待會我把它打開, 過一過白鍋 是, 再過一過白鍋 是 好, 飛水工序已經完成了 這麼大的豬肚, 燜到天亮 是 我飛水的時間已經解開了 現在一開熱, 讓它好一點入味 好, 現在我的白鍋醬 就像做豬腳薑一樣 皮比較爽口, 更好吃 現在麻煩你, 幫我加配料 冰糖, 蒜頭, 紅蔥, 薑鮮 還有陣皮 好, 要等水滾才加嗎 最好 最好 現在拉白鍋 其實豬肉白鍋是最安全的 它有油出, 不用怕會黏 我現在先放冰糖 先放冰糖, 接著是蒜頭, 紅蔥頭 薑, 你喜歡的果皮 對, 即是陳皮 陳皮, 還要貴的 當然, 當然 不貴的, 讓它滾一會 四邊都想接觸一下 因為想抽乾它的水分 沒錯 如果讓我以為出水就糟了 當然, 但容易散 如果你用白鍋把它收緊 油分會比較扯進出來 是 水分會比較扯進出來 入味比較好 而且沒那麼容易融散 你一融散就像薄漿糊一樣 對, 其實挺多工序 你那句要吃好東西就花點工夫 幸好認識你 你肯做, 也會做 雖然我很想快點吃 但我也不會催你 我老頭子, 這麼心急做什麼 我一會兒不能死, 等了我一會兒 我不敢出聲, 其實肚子很疲倦 這裡就是小飛黃 是 上次我們做豬腳薑 你也看到, 拉得有點焦, 你也會焦 是 現在可以了 是 我打開這裡 煮乾了 還沒嗎? 我要幫它洗澡 你要先洗一洗 洗它的動機又是什麼呢? 洗了油膩和滷滷的東西 我老頭子那時候拿筷子 你記住… 你這個皮下鮮還是肉下鮮 沒有什麼所謂? 沒所謂… 這個沒有太過執著 是, 總之就這樣放進去 等一會兒滾滾之後 才加一點點豉油 還沒加老抽的時候, 你嘗嘗的味道 看看鹹淡度和甜度 好, 看看狀態 現在先加一點生抽 好 好 不要這麼快 因為這些東西, 鹹了就沒得足夠 你要逐次逐次 是, 再煮一個小時左右 就加冬菇 再加冬菇 滾到八、九成之後, 就加冬筍 加冬筍, 再煮一煮就加蠔油了 很有次序 然後捉上火,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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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煮一煮, 再煮一煮 煮了兩個多小時了 你也別說不開心, 真的 好香 當然 豬生肉真是好 這時候, 豬生煮湯, 只會煮湯 我喜愛的筍, 豬肉, 冬菇 豬生肉, 給我 我急不及待要吃這一塊 一放下去就已經淋了 這麼大塊豬渣 記住飛水, 飛水後, 洗乾淨 還記住用白磨來拉 因為將豬皮收緊了 炆起來, 滑不止 不會那麼容易掉出來散 這一步真的要記住 對, 因為很少人 拉完白瓦, 要洗乾淨 事先將醬汁一直熬 一滾就放下去 頭尾尾尾尾算, 兩個小時多也沒有 不少 否則裡面不會溶香 你的最愛 冬菇的味道本身已經很鮮 是 加上肉味, 記著吹吐才加冬菇 如果你不說, 我不知道 我以為一開始就放進去 溶了